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10月最愛 其實今天我真的很累 所以大家應該會聽到我聲音很沙和很差 我是玩了全日和Chopper出去了 現在已經是差不多11點了 明天又要上班了 所以我現在是說頭說什麼 說這段影片出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了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我的10月最愛了 新來新豬肉 我們就說了Bobbi Brown的一些迷你化妝品 是不是好可愛呀 我除了買了兩支唇膏之外 這兩支唇膏是不好用的 大家不需要買了 我特意留了一個盒子還沒丟 我想說他們寄過來的時候是無敵驚喜的 這裡是湧面的 這個palette我是無敵喜歡的 而另外這一盒是一個光明 如果你說兩支比較的話 我絕對是會最喜歡這個 這個近鏡你們看 其實它是一個叫做Mini Shimmer Brick Compact的東西 我想它應該是這樣 這樣放進去之後 當作一個Bronzer或者Blush 這樣用的 但是在我身上 我覺得它做Bronzer或者Blush 都是不漂亮的 我會做什麼呢 就是眼影 我今天這個淡淡的眼影 就是用距離化的 它是有一種很透亮 有一點偏古銅橙色的眼影 做淡妝非常漂亮 大家看不看到它的光澤感呢 超漂亮的 第一支顏色太白 我就不太常用到 我通常會用第二支顏色做整個眼的打底 然後第三、四支顏色混合做一個眼截位 然後最後那支顏色就會滑到眼線那裡 它是我今個月買了最喜歡的一件東西 順便想說它的光澤感 這個近鏡大家看 其實它這個做得很漂亮的 它的格子牙紋很漂亮 然後有一邊是古銅一邊是白色 所以你做了出來之後它不會過分白的 你會看到它這個顏色其實閃得來又不會太過白色 在我這個這麼健康的人膚色裡面來說 它是shimmer 但是不會很浮誇、很銀白那種顏色的 其實它的光澤感真的很漂亮 你看到我今天臉上這個highlight 都是用它來做的 它是真的做到一個很漂亮的反光效果 但是有缺點的就是它都比較顯毛孔 所以如果你的毛孔問題本身是有點介意的話 其實它就不算太適合你了 但是為什麼我始終這麼喜歡 都不會說它是今個月的最愛呢 就是因為有它的出現 相信大家如果看了我的頻道一段日子 都知道我是特別喜歡買迷你妝的 這個也不例外 這個highlight裡面其實都很漂亮 這個香檳金色是非常漂亮的 它跟Bobbi Brown的質感是有點不同的 Bobbi Brown的質感是滑的 但是摸上去的表面是硬的 而Fenty Beauty這個 摸上去是綿滑的 我一樣畫一下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 是不是再細緻一點呢 它的光澤感 它這個顏色真的 你看好閃啊 但是呢 它也有一點點缺點 就是因為它的顏色太過偏金色 那所以呢 你上去臉的時候 那個份量真的要拿捏得比較好和精準 如果不是呢 是十八同型那種感覺 所以有時候我用它 可能你會做一些眼頭 或者眼窩中間的highlight 它也會很適合的 如果你說 譬如我現在這樣放在鼻子 哇 你有沒有看到馬上閃出來啊 我的鼻子 哇 這件事好過分啊 還有呢 它上臉那裡 不會顯毛孔的 它比起剛才Bobby Brown的 是出色很多的 所以呢 今個月可以成為到 我最愛的highlight 就是Fenty Beauty這個 然後呢 說多一樣化妝品 就是我嘴上現在在塗的唇膏 顏色 今年Maybelline他們出的唇膏 真的非常之好 雖然我這個是在台灣買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香港究竟有味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 你看我已經用到凹了 它是有一點點偏啡的珊瑚色 所以它不僅是夏天的時候適合用 現在秋天也很適合 它的質地跟它說的名字一樣 是精油質地 基本上一塗在嘴上 就會有那種溶化的感覺 它可以說是一個潤唇膏 但是比潤唇膏的顏色更加飽和 如果用它跟Opera來比 去年我有說過 我很喜歡Opera 又是那些有色潤唇膏質地的話 它是更加飽和 因為Opera塗出來是比較透的 它綠色不同顏色 塗出來差不多 但是這支它塗出來 依然是有唇膏的效果 但是是超潤的 不需要看著鏡頭塗 這個顏色已經是很均勻的 但是我覺得它 還是要補一補唇膏部分 然後用手指去抹勻它 效果就是最漂亮的效果 化妝品來到這裡 我就說一件護膚品 這個其實我很久以前買的 就是3月的時候去韓國買的 Apure的Aquanature Hydratant Management 的一個Toner 這個Toner是因為 我終於用完了很多支Toner 終於開到它來用了 一用之後就蓋上了 非常之好用 它這個設計 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泵設計 即是如果你用一塊化妝棉 在上面按幾下 就已經可以有了 不需要那些倒 而且會很容易控制到份量 如果你是喜歡Full Toner的話 這個是不易之選 香港就應該不能買的了 但是可以去G Market 或者你去找朋友 在韓國旅行 你自己去韓國旅行的時候買 都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雖然它很大支 但是真的不錯 它的保濕效果很好 它介乎於一個很稀的水 和一個稀的狀態中間 我覺得是盒到好處 它的保濕效果 現在這個秋天都非常之不錯 我覺得其實在夏天 你有冷氣的時候 都是很足夠的 但是冬天當然需要加一些精華 或者Cream去滋潤皮膚 如果不是你只用都不可能是夠的了 而且它的味道很香 真的很香 我很喜歡聞它的味道 就算我這麼容易敏感的人 用它也不會起敏感或者起紅 所以我都對它有點驚喜 特別是它這個價錢有這麼大支 大支度的程度 這裡是有500ml的 所以這個月呢 我真的用了整個月 都是用了這麼多的 接下來呢 就說一些無聊的東西 首先呢 就說一個我這個月 其實不是這個月的了 其實我今年都很喜歡吃的一個水果 我一直都很想拍來跟大家說 但是不是經常有得買 所以最近有得買 真的特地買回來跟大家說一下 它就是這些 迷你奇異果 是不是很可愛啊 它們是這麼小的奇異果 它聲稱自己是給橙 有多5倍的維他命C 那我不管這些東西 但是呢 我買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大家怕不怕吃奇異果 我是很害怕的 一來呢 它很無神神 二來呢 它很酸 就算現在的黃金奇異果 沒有那麼酸也好 我也是會吃到拿著後面 但是這個迷你奇異果 是絕對不會酸的 你看它的表面是沒有毛的 但是有一點點坑紋的 那樣 所以呢 洗完之後呢 我撕了它的釘子 這樣 黑我的口 好甜 它的皮是有微酸的 但是真的很好吃 但是它的肉裡面 是超級無的甜的 其實一開始我是在街市那裡 就已經買到這些一盒一盒的迷你奇異果 但是呢 可能過了季就沒有了 之後呢 我最近就在一田超市那裡就看到的 它是不便宜的 我數過大約這裏12粒 是賣29.8 即30元的 所以呢 它都算是貴價的生果 但是呢 我真的很喜歡吃 對於一個如果平時不是經常吃生果的人呢 都可以買來吃一下 補充一下自己的維他命C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 真的很好吃的 再跟大家說一些無聊的事情 就是呢 我最近在家附近的街市那裡 可以用一些積分 換了一個辣不笑身 和梨里的一個醬油碟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覺得它們真的很有趣 所以呢 我就馬上跟媽媽說 你夠不夠分滿了 幫我換了它 我不知道外面有沒有賣 但是 那不小心真的很搞笑 我超喜歡 其實沒什麼用的 可能用來放食物 或者剛才我也是用來放一些生果仔 這樣上去 都叫有一點點用途 但是 看下去呢 整個人心情都會非常之好 然後呢 我就想和大家介紹一個AP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的IG 雖然我不是經常更新的 但是呢 有時候我都會放一些IG story 有些人就會問我IG story的照片 究竟是用什麼APP去做的 那就是一個叫Story Art的一個APP 那其實這個APP裡面呢 很多這些Template 很多都不用錢的 那你們就可以把照片放上去 用他們的Template去做一個IG story 它整件事是很文藝風的 所以呢 不需要用很多心機 你只不過是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 然後打字 就成為一個小清新文藝風的一個IG story 或者一個IG post 所以我最近其實都很喜歡這個APP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下載 基本上這個APP又不用錢 裡面的filter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才付錢 如果不然它很多filter 都是不需要用錢的 對啦 那十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大約就是這些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這條片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date兩條新片的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